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温情电影《铁甲钢拳》 一个拳击机器人是否能够串联起十几年未见的父子情 一下看看吧 胡子哥是个专注于机器人拳击比赛的浪子 这天他带着自己的机器人去挑战2000磅的公牛 还跟别人赌了2万美金 一开始机器人确实占了上风 可随着胡子哥和美女调情的走神 机器人被撞烂在地彻底报废了 比赛结束后胡子哥因为没钱趁乱溜了 却突然有个人说他的前女友死了 留下了一个11岁的孩子需要他抚养 但是当胡子哥赶去法庭后 他发现儿子的婶婶想要拿到抚养权 刚好婶婶的老公又是个有钱的主 反正胡子哥也不想养孩子 便趁机额了一笔钱 以10万美金的价格转移了抚养权给婶婶 这笔钱足够他购买一个新的机器人了 不过由于婶婶夫妻俩准备去旅游 所以儿子必须让胡子哥照顾一个月左右 就胡子哥这不负责人的性格 当然是立刻将这个烫手善意转移给了自己的好友 出乎意料的是 儿子对机器人拳击也非常感兴趣 难得一个小孩子跟自己合得来 胡子哥便带他来到了地下拳击场参加第一次比赛 但是由于胡子哥第一次操控这个机器人 对他还非常不熟悉 高买的机器人当场去世报废了 现在身无分文的胡子哥 只能去废弃修理厂偷零件 寻找能够把机器人组装起来的东西 儿子却突然一脚踩空 跌落了悬崖 幸好一只机器人手臂卡住了他 及时赶到的胡子哥救了他一命 这对亲生父子才有了十几年来的第一个拥抱 而后儿子发现救他的是一个废弃的机器人 他当即决定用双手将深埋的机器人挖出来 因为这是他的救命恩人 第二天满身泥泥的儿子带着废弃的机器人回了家 令人惊喜的是他还能动 而且具有模仿能力 儿子立刻将他清洗了一遍 发现他的名字叫亚当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带亚当战上机器人拳击比赛的擂台 胡子哥先带他来到了一个小型机器人擂台 所有人都不相信亚当能够挺过第一轮 但他不仅做到了 还一个勾拳将对手打到系统失灵 赚了几千美金 因为胡子哥曾经是个超强的拳击手 儿子请求他教亚当拳击 也就是利用模仿功能将拳击动作全都录入亚当的数据库 让他能够在比赛场上施展所学 有了父子俩的帮助 亚当赢下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逐渐在机器人拳击圈里声名大噪 父子俩收到了当前最像机器人宙斯团队的邀请 团队负责人说自己想买下亚当作为宙斯的陪练 相应的会给父子俩20万赔偿 胡子哥是个见钱眼开的人 可儿子不是 他对亚当付诸的感情怎么是区区20万能衡量的 起码也得2000万 儿子果断的拒绝了父子俩的请求 并且在赛场上将他们的机器人打得落花流水 比赛结束后还公然挑衅父子俩 说时间地点随你挑 老子就是要用小亚当挑战宙斯 胡子哥虽然觉得他疯了 但还是非常开心 毕竟父子俩合作这段期间赚了不少钱 多亏儿子挖回来这个小机器人 不过由于胡子哥到处献钱 结仇太多 浮光之后自然是被仇家找到打了一顿 还抢走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钱 胡子哥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照顾好儿子 于是第二天就把他送回了沈沈家 他值得更好更优渥的生活 而不是整天和自己私混 儿子虽然对此感到生气 但也无可奈何 没有儿子的相伴 胡子哥又回到了独来独往的状态 他开始怀念那些一起相处的时光 于是他又去沈沈家找儿子 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宙斯挑战赛 一个世界级的冠军机器人对战垃圾场机器人 无疑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亚当的笑话 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会赢 事情果然跟所有人所预料的一样 亚当不出十秒就被打趴下了 就算能够艰难的站起来 也还是一直被宙斯按在角落里打 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反击 成功了第一轮的比赛 第二轮的亚当状态火热 但仍然不是宙斯的对手 四轮过半 亚当已经在场地中跌跌撞撞了 他的声音识别系统也被宙斯打坏 完全不受胡子哥的控制 儿子提议开启模仿模式 让胡子哥和亚当人机合一去打败宙斯 胡子哥无法拒绝儿子满怀期待的目光 操控亚当的身体站上了擂台 刚上场宙斯就发动了快速打击 但这招式消耗过大 燃料内核迅速耗尽 宙斯的动作迟缓了下来 到了亚当该反击的时候 宙斯被打得节节败退 他的设计师忍不住了 亲自上场操作也无法改变既定的结局 就在宙斯要被打趴的时候 铃声响起比赛结束 宙斯保住了一条小命 最后裁判给出了比分 虽然仍是宙斯获胜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场比赛是亚当赢了 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冠军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